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我们了解了Web基本原理和Web开发常用工具的调试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进入到我们Web中HTML元素中 各个元素标签的属性方法的学习 好 那下面呢 我们首先看我们Hard的部分中 有比较哪些比较重要的标签 当然这部分的标签中的最重要的标签 肯定就是我们的Title标签 那么它定义的是我们网页中 它的标题选项 那么对于Title标签呢 我们下面呢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地方 那么正常来说Web store呢 它会帮我们去把Title标签去写上去 如果假设有一天我们不小心把它删掉了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再重新进行编写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ID工具啊 可以让我们不需要再查询这些单词的拼写 就是即使你拼写可能记不住 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写出这样的HTML语言的代码 怎么做呢 首先来说Web store呢 它有这么一个语法提示功能 就是当我们按住小语符号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在英文状态下按住小语符号过后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它就会提示 根据我们HTML文档中的一些规则去提示我们有哪些标签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单词中记住它的前两个或三个字母的一个顺序 那么我们就能够按照它的提示 然后不需要记住所有单词就能进行编写了 首先来说我们先记MTIT 你看当我们输入TI的时候 其实就只剩下什么 TITLE这样一个属性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不需要再记住后面的TLE的这样一个顺序 直接敲回车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说就我们的什么 第一个标签就已经设计完了 但是呢 这个标签呢 它并没有给你 马上给你作为结束标志 那么因为它可能怀疑 担心你还要进行设置一些什么 一些属性 所以我们这儿呢 当然不需要设置属性呢 我们记住它 只需要按一个什么 再按住另外一个符号 好 那这个时候你看 它会把后面的结束标签 也会自动的补齐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记住 哪些标签是什么 有结束标签 有哪些标签是什么 单标签了 双标签和单标签 其实也可以不用记 然后呢 我们的光标会自动的放到 我们的这个TITLE的中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我们的 那个标题了 我的第一个测试页面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实际上 我们就已经会把一个文本 标记在一个什么标签内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实际的商业项目中的一些网站 他们的头部还会有哪些比较常用的标签 还是一样 我们点检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先看这个body内容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Hard标签 Hard标签中 看我们第一个呢 比较重要的TITLE 其实并没有在我们马上出现 而是在后面 你看TITLE 那我们看看前面出现了哪些呢 TITLE标签的前面还出现哪些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有一个调试方法 就是说 如果说我现在把这个双记一下 你看我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Chrome浏览器中进行 那个编辑 编辑就相当边编就边调 你看我现在呢 我把这个光标移到这个你知道 就知道我把它删除掉 然后回车一下 大家看 你看上面是不是就自动会变成百度一下了 对不对 所以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呢 不一定非要说在我们的代码中进行实际的编写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也能看得出哪些标签代表是什么样的语义 好 当然呢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自己能敲一敲 然后呢 能够更加熟悉 好 在了解了title过后呢 我们再看像百度画的中啊 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标签叫metal标签啊 那metal标签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合以通过我们的这个html手册啊 然后去找到这个metal 那怎么找呢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就是首先点到我们的html参考手册的列表 然后呢 因为这列表很多 你当然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找 另外一种方法呢 在我们的浏览器界面中呢 按住 Windows同学呢 按住Counter加F 然后Mac同学呢 按Command键加F键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搜索框 搜索框呢 你直接搜索metal 它会自动的开始进行定位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找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然后 找到metal过后呢 我们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这个metal是什么意义就行 那么metal标签呢 对于我们现在的初学者来说呢 可能很难理解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如果想对metal有更深入理解的同学呢 可能需要学习一下我们网站后台的技术 然后呢 或者说已经有过这个技术的同学呢 可以关注我们后面的补充内容 那么今天呢 我们更多的来关注这个metal的什么 它有一个概念 它的概念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定义一组信息 然后这组信息干什么呢 是给浏览器 给浏览器一些额外的信息 那么这个额外的信息呢 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网站后台浏览器 要解析的一些后台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在我们如果已经学过后台同学呢 可以去看我们补充的内容 那如果没有学过呢 先大概记住是这个目的 那么第二个呢 是给我们的第三方 第三方 比如说一种呢 是我们的搜索引行 搜索引行 这是一种 然后呢 还有一种呢 是比如我们的阅读器 我们的阅读器 就是有一些专门给特殊人群 准备的一些阅读器 那么第三方呢 来干什么呢 也增加一些信息 但这个信息呢 它可能更多是第三方来干什么 来描述 我们这个网站的 或这个网页的什么 网页的一些什么 简要 摘要 或者一些摘要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为什么搜索引行 能把你的网页搜索出来呢 那么首先来说 搜索引行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搜索引行 首先是看用户搜索的关键字 对不对 那么搜索的关键字呢 如果这个关键字 恰好在你的网页中 是出现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的网页是可能是用户需要的 所以搜索引行呢 就把这些网页 怎么了 跟你揪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网站中的网页数据 那么庞大 那么搜索引行 需不需要全部都会把搜索内容 全部读一遍呢 很多时候才不可能这么做 对不对 那它怎么做呢 它主要的做法是什么 是我们来看 比如说百度可能不好说 因为百度本身是搜索引行 我们比如拿那个腾讯 腾讯我们来看 腾讯中呢 你看我们在这个Hard里头呢 也有很多Metal 对吧 其中有一个Metal是什么呢 你看大家看 这个Metal中有一个名字 等于什么 keyword 关键字 那么这个时候腾讯呢 就会把什么 像资讯啊 新闻啊 这些关键字 都给它列到什么 这里头 也就是说如果搜索引行呢 搜索的什么 就用户搜索了一个 比如说科技 那么搜索引行呢 就会发现 在腾讯这个首页中啊 有科技这个关键字 那说明我们的什么 这个腾讯这个网站 可能跟科技是有关系的 所以他就会把这个网页呢 怎么 推送给我们的用户 也就是我搜科技的时候 他们就可能也会搜索到什么 腾讯的网页 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网站的什么 或网页的曝光率 是变高一些 对吧 所以这种作用呢 它的第三方作用呢 其实更多的实在物以后 我们在工作岗位中 会听到另外一个岗位叫SU 就是搜索引行优化的 这个工程师 或者这个运营人员 他来做的事情 那么他会帮我们去想到 需要有哪些的关键字 然后呢 让我们的程序员把它写上去 然后呢 来达到我们网站的什么 曝光率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初学者来说呢 我们对于Metal来说 我们更多关注的是 它的什么 语法现象 那么Metal呢 因为它本身也是标签 它本身就标签 所以说既然是标签 那么我们就要认为什么 它的标签 那么它首先什么 它必然是包含什么 属性 那么属性它是怎么包含呢 我们来看 它的属性主要有两种属性 第一种是必须属性 第二种是什么呢 是针对的什么 这个属性的一个什么描述 就是属性中 content顾名思义是什么 是内容 你看是内容 那么什么内容呢 内容就我们称为原信息 就是它的信息量 是什么 但是谁的信息量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信息量呢 主要是由这两个关键字来告诉 是谁的信息量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关键字 keyword这个东西 你看它怎么做的 名字等于keyword 然后呢 content等于什么 这个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什么 Metal后面呢 我们要跟的是什么 是名字 是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属性 属性什么属性呢 这个属性 这个名字是不能变的 对不对 但什么名字 这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对不对 比如搜索隐形跟浏览器厂商呢 约定好了 或跟我们开发人员约定好了 我们搜索隐形呢 只搜索一个关键字 叫keyword的这个单词 那么这个单词里面是什么内容呢 我就把这些内容怎么的 读出来 放到我的什么 搜索隐形的数据库里头 进行保存 对不对 就是它俩约定的一个什么 什么名字 什么事情 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那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的量是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呢 会留到补充内容来看 那对于我们现在的同学来说呢 我们更多希望大家能掌握这个语法 现象就可以 下面呢 我们来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咱们这个meto是该如何去使用 那么在我们的web store呢 我们的书写的时候一样 我们不需要去记 meto这个单词是怎么做的 还是一样 咱们敲一个meta 好 一回车就可以了 那么可以看到 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单标签 就是说它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还有一个结束标志 所以说你也不用去记 好 那里头是什么呢 我们主要来说呢 它有两个属性 两种属性是比较重要的 一个是name 一个是http这种属性 然后当然还有一个content是最重要的 就content围绕的是这两个名字中选一个 然后取这个content 对吧 就是这两个中选一个 然后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由content来定义 其中http这一块呢 是后面我们会学到了 网站后台内容过后 可能才能去理解的 但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暂时不关心它 然后呢我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什么 就第三方那边 我们约定 可以约定的一些名字 那这些名字中呢 比较重要就是keyword和descript description 那么这两个呢 就是网站的描述和网站的什么 搜索隐形关键字 那么我们怎么去用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定义一个属性名字 叫什么name 然后等号 然后呢我们写这个什么keyword 但如果说你发现这个时候没有提示 就是我们的那个web store 按理说应该默认是有提示 对不对 没有提示呢没有关系 你可以先把这个什么 先把这个a敲 敲完之后敲一个t 然后它是不是有提示了 然后回车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再马上开敲 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把提示的重新数字化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输的是name 你看什么都不用输了 然后呢 我们输的是什么keyword 那么这个名字这个里头的什么名字 其实是根据你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你甚至来说这个地方你写一个abc 那我就认为名字叫abc 那什么内容呢 好了 我们content跟一个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就是什么up up 当当 这些随便写 你可以随便写 就相当于我们约定了 这个名字对应的内容是这个 那么具体这个名字是谁来用 或者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那么是由我们第三方 或者我们来进行商量的 商定的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肯定不希望自己定义 因为我们定义的东西不一定会被别人认可 所以说我们还会用什么 比较大家约定俗成的 就是上面这些已经写好的 我的作者 我的观念字 对不对 这样的一些 一个名字 来作为我们这个name的一个什么具体信息 那么如果是keyword的名字 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么当然我这段就可以写任意的东西了 比如说我这边就写成中文 比如说我们说叫做教育 对吧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输一个什么 比如说web 对吧 好 那这样的话 你看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关键字 就变成了什么 教育和web 如果说以后呢 别人搜索教育 那么我们的这个网页呢 可能也会被什么 收缩隐形 就会什么 收录进来了